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不行 我要像书法大家 王熙迟一样继续努力奋巴向上 不行看 我想看 不行 我要认真练习 奇怪了 我明明就觉得自己是一个可以专心的人 可是为什么讯息一来的时候 我就会忍不住的很想要去看他呢 一个不小心就会分心了 心理家你可以告诉我 为什么我这么不容易专心吗 我不知道 你也不知道 那不然心理家你可以告诉我吗 真的 真的 好想看 不行看 心理家你可以告诉我 为什么 我会这么容易分心吗 分心的意思是 用一部分精神兼顾别的事 对耶 我真的很像很容易分心 你看 我写书法 又要跟心理家聊天 然后啊 别人来讯息我又很想看 可是 别人来讯息我一定要看啊 因为如果我没有看的话 如果 有很急的事情 我要怎么办 不然这样子 心理家你告诉我 怎么样才可以不分心 一 开始前先解决杂事 因为一心无法两用 二 规定时间内完成 限定每次完成时间 会有督促作用 三 排除其他的干扰 放下手机或任何会分心物品 四 快速阅读整合资料 找出自己的方式整理资料 五 完成的动力 找出完成这件事的目的 及动机 哦 这样子我懂了 简而言之 我就是要想办法专心 然后呢把手机拿走 什么 已经这么晚了 只剩十分钟了 如果十分钟 我没有把这个书法写完的话 我就会赶不上进度 因为十分钟之后 我还有事情耶 怎么办 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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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我呢 现在开始就要真的认真了 预备 八分钟耶 可是我刚才在写的时候 有一种 心跳加速 然后身体变热 还有一点点额头冒汗的感觉耶 我好像想到了一件事 限定一个时间 好像真的会让自己变专心耶 因为我刚才很害怕 如果我没有在时间内写完 我就不能出门 然后不能出门 我的朋友就再也不理我了 所以啊 这真的是一个好方法 但是我希望下一次 是我自己设定的时间 不是真的事情 拖到最后很急迫的这个时间 所以说各位朋友 我呢 一定要像王羲之一样 把书法写好 我要勤加的练习 那大家也可以跟我一起来练习 怎么样专注吧 要写日记 还有国语 还有画画 那要从哪一个先开始呢 先写国语好了 写这样应该够了吧 我都快睡着了 不然先画画好了 画画比较好玩 再次老师要我们画 我的母亲 画这样差不多了吧 虽然画画很好玩 可是好像还有联络簿还没写耶 那不然现在写联络簿好了 算了啦 我先画画好了啦 我觉得画画好像容易一些 妈妈 妈妈长什么样子呢 妈妈长这样 巧克隆 功课都给我写好了吗 功课 妈妈让你看一下 妈妈 我跟你说 这个 这是我们美劳课要教的作业 这是我的妈妈 好棒喔 那你的国语和周记写完了吗 国语和周记 怎么只写了一半就没写啦 我还没想完 国语呢 也只有写五行 小恐龙 你又分心了 像你这样都只做了一半 等一下要花更多的时间才能完成耶 好啦 我知道了 那不然我先把美劳课的作业完成 我再来写国语跟周记好不好 好 你好好加油喔 等一下写完再叫妈妈 妈妈再帮你看 好 加油 谢谢妈妈 好 那我要为现场的小朋友 你就是像小恐龙这样 常常被提醒 然后做事会分心的人 打圈 你不是这一国的人 打叉 我看 只有两个人打叉 其他都是小恐龙这一国的 好 那告诉我 分心的时候你会有什么感觉 来 雨桥先来我旁边 轻松 说说看 因为就是 我分心的时候 每次都是在看电视的 那你在看电视还会一边分心喔 对 做事的时候一边分心看电视 又一边分心想别的事 对 很轻松 对 太棒了 好 请坐下 你分心的时候也是好轻松的人 打圈 我看看 我不是好轻松的人 打叉 一 二 三 四 四个打圈果 好 请放下 还有没有别种情绪 好 严惩 请来我旁边 不要分心喔 专心 很高兴 分心的时候很高兴 为什么 因为都忘记自己要做什么了 然后就很开心的一直分心 一直玩玩具 等一下 那结果会怎样 被爸爸打 现在很开心 后面就不一定了 是不是 对 好 分心的时候 我也好高兴 都可以一直做我爱做的事的人 打圈 我看看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好 那我来问婷妮 紧张 为什么 因为呢 下一晚你就会被妈妈骂 一知道自己已经又分心了 对 但是这么紧张的情况下 能赶快专心回来吗 不行 还是不断地在分心啊 对 分心大代表 果然是 现在分心 完 一想到等一下会被骂 就会紧张起来的人 打圈我看看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九 十个人 好 请坐下 老师 所以我们情绪很复杂 现在很开心 等一下就危险了 其实我要讲的 小朋友讲的是对 有时候你太轻松 太快乐的时候 容易分心 没法专注 我们太紧张的时候 想到好多事情要做 就像口颅小恐龙一样 我好多事情要做怎么办呢 所以也会分心 那我们应该要赶快来玩游戏 看看我们要怎么办才好 脑筋转一转 一起玩游戏 纸箱搓搓了 游戏规则 一 征求两位挑战者 二 现场有两个藏宝箱 一纸是中心有个黄色圆点 另一只箱子共有十个黄色圆点 三 挑战者分别有十次机会 利用凿子击破黄色圆点 每个黄色圆点至少要击破一次 好 十次 预备 GO 一 二 一次 我帮你扶好 好 再来 二 三 三 好厉害 加油 四 五 六 七 八 九 十次 那你能不能手伸进去 拿到宝物吗 摸到了 拿得到 是不是应该要把手套脱掉 拿到了 掌声鼓励 这礼物 好 请明轩准备 小心 每个洞只能戳一次 好 预备 GO 那现在请问明轩 能不能透过你刚刚戳的洞 把里面的宝物拿出来 根本就伸不进去 要怎么拿 对啊 好 那所以呢 已经拿到宝物的是谦虚 那就要问老师了 老师 我们刚刚玩的这个搓洞比赛呢 是要玩什么呢 我们在讲专注 在讲分心呢 其实有一个点 我们很多的小朋友都以为 我们可以一心二用 就像我们搓 那个箱子一样 你一次你分心的时候 那个力道就分散了 就没办法去拿到 我们要的东西 所以如果可以专注的话 就是好像针对着这个箱子 一直努力 就可以达到我们想要的效果 对 那到底为什么我们 会这么容易分心呢 比如说外面有人在打篮球 那你在写功课 然后你就想说 我很想去看看别人去打篮球 那你专注就是 你可以把那个诱惑去隔绝掉了 那你专注在你的工作上面 那个叫做专注 告诉我发生过什么事 被妈妈一直说 专心一点 好 明轩 就是我在写功课的时候 妈妈 我写不好的时候 妈妈就会一直在旁边说 快点 因为我有时候就是 一直写 一直写 就觉得很烦 所以我就会慢下来 然后去没有一个做完就先说 想说 那我们就先去做一些 比较难的功课 然后后来做简单会比较好 所以你就是像小恐龙这样 一下弄这个 一下弄那个 弄来弄去 一模一样 好 那我问来 玉乔 就是妹妹都会 都会在旁边看电视 然后我都会 就是妈妈不在的时候 都会偷偷转头去看 然后就会忘记妈妈会生气 所以最后都会被妈妈骂 那还有谁 庭妮 奶妹也是在客厅看电视 妈妈一直逼我练钢琴 对 那然后呢 因为每次呢 我就假装要下来喝水 顺便看你一下电视 被妈妈看到我眼睛瞄过去 就被骂妈妈 还有谁 余燃 好 你说 我在书房里面写功课 对 然后那时候电脑是开着 就是我爸爸让我查英文绳子 对 然后我就把它偷拿来 然后把游戏 把游戏打开 然后偷拿来玩 俊泰 俊泰也会分心 我也想知道 在写功课的时候 就写一写 就觉得有点无聊 然后就会 就会偷偷跑出去 把手机等等的东西 拿进来玩一下 有没有别的事 刚刚有人说弹琴 有没有别的事 千勋 就是我在吃饭的时候 有时候会分心 为什么 因为太无聊了 吃饭太无聊了 对 那老师这样子 大家一直讲都讲不完了 太多会不专心的事 老师先给我们一个方法 其实一般在训练专注 有很多很多的方法 小朋友平常在玩那个 一二三木头人 对 对 那个是最好的方法 练专注 对 因为你可以知道 你在走的时候 然后你要听指令 就是要一直不断练习 有一个方法 深呼吸 深呼吸可以变专注 对 比如说 刚才听你在讲的 紧张 焦虑 我们有时候想说 功课很多 那你可能是先呼吸 深呼吸差不多十下好了 然后你静下来跟自己讲说 好 我给我自己十分钟 然后把这个功课做完 对 深呼吸 然后提醒自己 回到专心的状态 对 先把这件事情做完 做到一个程度 然后刚才有个小朋友 讲得非常好 他说我先做难的功课 对 当你精神很好的时候 你先把难的功课先做了 那你再休息一下 再做比较简单的 但是大家现在好像都有一点知道 但是又不大确定怎么开始 所以我们就来玩游戏吧 老师说 请小卫老师出题 句子中出现老师说三个字 大家才能依照指令进行动作 好 预备 老师说 举起右手 捏住鼻子 等一下 你有听到老师说吗 没有 忍不住就捏了 我了解 好 那你先坐下 你先坐下 老师说 捏住鼻子 老师说手放下 等一下 这个人 为什么捏住鼻子 为什么没有手放下 因为没有说老师说 我有没有说老师说 有 那等一下 再让你玩别的游戏好不好 好 谢谢你 先坐下 没关系 好 那这四个人加油 预备 老师说 蹲下 拍拍手 老师说 站起来 闭眼睛 老师说 拍拍手 停 稍稍抓到了 刚刚 刚刚言泽怎么了 停了 其实刚刚好像大家都突然停了 对 对 然后才又突然想到 刚刚我有停一下 然后又想到的人 你举手 真的吗 其实都是 雅如你刚刚想到什么 刚刚想到停一下 然后呢 然后就继续拍 然后他说好像没有说老师说 所以勇心什么时候才发现没有说那一句 刚才才有发现 所以这四个应该也都淘汰了吧 这样子 还没完几次而已 对啊 好 我们先 一样给最后这四个同学掌声 好 虽然淘汰也没关系 请坐下 好 都坐下 好像淘汰的速度还蛮快的 老师 是啊 这也是一个练习的方法吗 还是 对啊 你看看 你刚刚就有小朋友说我没有听到 对 那有小朋友他就是忍不住 因为你老师一讲什么话 他就忍不住去做那个动作 对 那其实我们在讲专注 最重要的点就是 你有办法去克制自己 不要去做那个动作 所以专注不分心 其实最重要就是 你不去做那个动作 那老师这是跟大脑里面的 哪里有关系呢 控制它 跟我们的前额叶有关 其实我们以前一直在讲说 我们的前额叶就是我们的思考中心 是我们克制跟优惑说不的一个中心 我们的意志力 我们的抗压性 全部都在这边 所以专注力也在这边 所以我们那个动作 就是在训练我们的前额叶 有足够的力量去说 不要 我不要去做这件事 那老师 那现在小朋友大家都说 普遍比较没办法那么专注 是不是因为我们也做了一些 会让前额叶混乱的事情 我们看电视的时候呢 我们的前额叶 它的警觉性就开始降低了 所以呢 它就很容易分析 如果爸爸知道你每一天 如果晚一个小时的电 那个电动 或是看一个小时的电视呢 会让你的注意力 专注力减少10%的话 它就不会让你看那么多电视 玩那么多的电动了 一小时 一小时 就会让注意力降低10% 对 到底至少要专注力到 多久的时间 才是一个基本的标准 如果像这些小朋友的话 应该是15分钟到20分钟 那我们可以把做功课的时间 就安排在15分钟 然后呢15分钟时间到了 你可以起来喝杯水 然后走一走 然后清醒一下 吃点东西 然后再坐下来 做下一个功课 好 所以就是要从这边开始努力 那小恐龙这样你明白了吗 嗯 虽然听起来都很容易 但做起来真的很难耶 如果我很想专心 然后我也真的愿意去努力 可是写功课写到一半 还是会不专心的话 那怎么办 写功课写到一半 又发现自己分心了 那就要用行动轮盘来解决了 冷静 怎么说话冷静 就是当我发现我在分心的时候 要先冷静下来 然后把我 把我为什么会分心 以及是什么原因导致我分心 先写下来 然后以后再试着 尽量不要再遇到这种状况 太棒了 掌声鼓励 那颜哲 好 请颜哲来 请颜哲从行动轮盘的十个方法里面选择 再试试 是什么意思 我只要再试一次 一直再接再厉 试到我认真为止 一直努力就对了 太棒了 请坐下 老师这两个方法如何呢 我要讲的是 玉兰的方法非常非常的好 因为冷静呢 比如说像我们刚才在讲的深呼吸 你在冷静的时候 你就可以先想想看 就深呼吸让自己冷静下来 然后找出原因 为什么 是外面的环境很吵吗 还是我肚子饿了呢 还是我想睡觉了 你找出那个原因 把那个原因解决了 那你可能就可以有办法去专注 把你的功课做完 把你手中的事情做完 那试试看呢 再试试的话呢 这我就有点疑问了 因为有时候你很累 你一直勉强自己在试的话呢 那其实是没有效果的 那老师 那如果说像小恐龙这样 他又分心了 我们还可以用什么道具 或是用什么方法帮自己吗 还有你可以做规划 你可以去想想看说 我这些的功课要花多少时间 像小恐龙刚才的例子 就是他很焦虑 他很紧张 他想说我做不完怎么办 我一定要把它做完 可是如果你想想看 我今天晚上可能有两个小时 那我两个小时时间 我怎么去安排 然后这个时间我可以把 这个东西做好 然后再做好这个 那如果做不完的话 我怎么样回来再做完 那当你脑袋里面 有个时间管理的话呢 你在做功课就不会焦虑了 就不会很容易分析 想说我这个要做 我也那个要做 那如果一下子做不到的话 老师那是不是就可以求助 请大人跟我们一起讨论 我们时间要怎么规划 对 因为有时候像爸爸妈妈 他也有当小朋友的时候 那像王老师也有小朋友的时候 那我有时候也是 我那时候是怎么样去 克服我的分析 怎么样把功课做完 那我会分享给小朋友 好的 朋友们 是不是觉得专心很难呢 是不是只要有一点点风吹草动 你就会转移注意力呢 没关系 我懂你 所以呢 现在要介绍 两个法宝给你认识喔 首先 第一个 认真沙漏 这个认真沙漏一出现的时候呢 你就要告诉自己 我一定要专心 当认真沙漏 开始让沙子漏下来之后呢 你就只能专心地做眼前的事情 当把这件事情做完 沙漏也漏完的时候呢 我们才可以开始去休息 去上个厕所 或者喝个水喔 但是 沙漏的时间 总是有一点难控制 没关系 你还有第二个法宝 倒数计时器 你可以在上面设定个 五分钟 十分钟 二十分钟 三十分钟的 慢慢地把这个分钟数增加 你就会发现自己 越来越容易专心 专心也不难喔 朋友们 只要能够学会 专心地把每件事情做好 你就会发现 你每件事情都会越做越好 而且啊 你会发现专心的感觉也很好喔 大家一起来试试看吧 爱我 感恩老师的教会 要我 进步 感恩这世界有你 陪我分享点滴 遇到困难 感恩 感恩 感恩